各位觀眾,今天是年初一 在這裡恭賀大家苦練身體健康 事事順意,最重要是平安 雖然局勢大家都知道不算好 但希望大家身體健康,保持心境康態 好,我們今天第一個話題當然都是講烏克蘭的局勢 大家都知道烏克蘭的東邊邊境 跟俄羅斯接壤的地方戰雲密布 俄羅斯繼續增兵,在邊境駐軍十萬以上 而且還在歐洲多處地方舉行演習 這個形勢相當緊張 其實很清楚從俄羅斯的角度 俄羅斯的角度覺得西方國家是迫人太甚 1991年蘇聯崩潰,華沙公約組織解散 從俄羅斯的角度,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都應該解散 俄羅斯都不再針對西方國家了 但以美國為首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不但沒有解散,而且繼續東礦收納了 以前東歐的親蘇聯陣營的國家,好像波蘭、捷克 甚至繼續東礦,甚至希望吸納格魯吉亞、烏克蘭 這些以前蘇聯加盟共和國,俄羅斯覺得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東礦 在他家門口,因此覺得有必要採取軍事行動 另一個因素當然是俄羅斯成立後,事實上經濟不算發達 一定程度上成為出口能源,木材,主要能源,石油天然氣 這些好像第三世界國家,主要靠出口石油天然氣 在製造業,高科技製造業等等是沒有什麼出色的表現 經濟上真的很難說自己是一個一流的強國 幸好軍事力量依然相當強大 俄羅斯的國民也很希望在普京的領導下 維持大國的地位,維持大國的影響力 因此普京對西方國家在國防方面是比較咄咄逼人 大家都知道在2014年俄羅斯進軍烏克蘭佔領克里米亞半島 搶奪了重要海軍基地之後 普京的地位,普京的民望是大為上升的 這個矛盾大概是很難靠談判解決了 我想美國也很明白,雖然大家都盡量在這兩個星期 在各方面都有對話,有談判 但大家的立場相距還是比較遠的 在美國方面主導外交政策的國會參議院 它的外交關係委員會聽說已經草擬好 有關制裁俄羅斯的議案 意思是隨時可以拿去國會表決通過執行 另一方面英國也是除了美國之外 你可以說是最積極的 英國聽說正在搜集俄羅斯的大企業和權貴 一班權貴的資料 因為他們通常都利用英國的金融機構 處理他們的金融、貨幣等等業務 聽說很多俄羅斯的權貴也都在倫敦、英國有很昂貴的地產 英國政府現在就收集資料 一旦要制裁俄羅斯的大企業和權貴的時候 都可以凍結他們在英國的資產 相信中國的權貴都會很關心、都會很警惕 美國也都繼續向一些東歐的國家增兵 這個做法主要是很典型的 表示支持他們 因為有美國軍隊進駐 即是美國軍隊成為人質 如果俄羅斯對他們攻擊導致美軍的傷亡 自然美國不能不介入 所以增兵雖然老實說數量不大 但是象徵意義就是以美軍作為人質 歐洲方面繼續所謂雙線的處理手法 一方面外交談判 一方面也跟美國討論要制裁的問題 但是始終在制裁方面不見得特別積極 上星期在巴黎、法國、德國、烏克蘭、俄羅斯 都繼續進行談判的 但是在這方面來講 進展依然不大 烏克蘭方面也覺得 烏克蘭政府也覺得 美國可能誇大戰爭的可能性 這種宣傳會影響到烏克蘭的經濟 當然烏克蘭的貨幣在最近三個月 變值8.4% 因而通貨膨脹超過10% 而且希望得到西方國家 起碼50億美元的貸款 撐著經濟金融局面 烏克蘭的總統 壓力金融局面對美國 跨大戰士危險 也有公開的批評 大概這類的接觸 談判相信會繼續一兩星期 但戰爭危險不低 主要就是剛才我們也解釋了俄羅斯的擔心 以及俄羅斯對西方的不滿矛盾是不輕易得到解決的 在歐洲處理烏克蘭藝衣機那裡 大家都可能看得見歐洲很傳統的外交政策戰略和立場 英國出來歐盟,英國一直過去幾百年 都希望以一個所謂光榮的孤立主義者的姿態出現 阻止歐洲有任何一個強國壟斷或者獨霸歐洲 因而對俄羅斯的軍事威脅比較積極 再加上因為脫離歐盟更加要依賴美國 這都是英國比較傳統的立場 法國、德國大家都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希望成為第三支的力量 特別在法國來說這種大高樂主義 他們都希望自己在國際政治 在外交上有重要的角色 而不是隨隨聽美國的指揮棒做事 再加上當然過去幾十年由於歐洲共同市場 一直到現在成立歐盟 在他們的歷史經驗 就希望以貿易經濟的整合建立一個 以規矩價值觀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他覺得自己這種方式也贏得冷戰 一方面當然西歐國家很團結 起碼西歐國家相當團結 根本不可以想像西歐國家之間會發生戰爭 另一方面當然冷戰結束 西歐壓到東歐吸納東歐入歐盟 當然他們有這樣的信心 是希望同樣的方式能夠改變俄羅斯 是希望透過吸納俄羅斯 進他們的經濟圈維持和俄羅斯和平 但問題我們剛才都講過 現在的矛盾相當尖銳 在俄羅斯對西歐經濟整合一方面不記厚望 另一方面他自己知道經濟衰退 不能成為經濟的強幫 希望以軍事力量抬高自己的國際地位